真飘窗与假飘窗的区别 在台阶的飘窗才是真飘窗 也叫做外飘窗 布地式的飘窗是假飘窗 也叫做内飘窗 这两个飘窗能否进入建筑面积呢 是否进入建筑面积呢 真飘窗一般都是向外延伸的 没有落地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 是不进入建筑面积的 而假飘窗是落地的 就会进入建筑面积 很多人选择房子的时候 在这两个方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每个人选择的不同 真假飘窗也有它们各自的好处 大家在选择房屋的时候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来